就在10月11号的那一天 知名的艺员赵丽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更新了一条动态 他在这一次的发文中说到了可爱的蛋糕 还有可爱的你们这一句话 而且在后面还爱特了丁子俊和关志斌两人 然后他在动态中还晒出了一组自己的生日现场照片 原来这一天是他的34岁生日 并且也是在他离婚后迎来的首个生日 从他分享出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了 他当天身穿了一件黑色的微型紧身上衣 并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然后他在这样的双黑衬托之下 让他身上和脸上的皮肤都变得非常白皙 甚至有种白到了可以发光的程度 不过当仔细看上去的时候 能发现了在他的脸上 其实还是画着一些优雅的淡状 但是他的五官却依旧是精致美艳的 以及锁骨也是十分的明显 他那双明亮动人的大眼睛 不仅是仍然是非常的迷人 而且那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也是让他多出了一份妩媚的女人未来 然后在他的这一次生日派对上 那两位熟悉的明星丁子俊和关志斌 他们作为赵丽颖的好友 而专门过来给他送上了祝福 而且在他们的众多合影照片中 全部都是赵丽颖坐在了CV上 以及关志斌站在左边 和丁子俊站在右边 他们的状态看上去不仅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都对着镜头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来 一看就知道是关系非常不错 并且让人十分羡慕 当其他的网友们 在看到了赵丽颖的这一条动态之后 都纷纷在留言区的下面热议了起来 不少人除了送上生日祝福外 还说到了真的好想赢宝呢 而且有的网友还祝愿到了 希望姐姐永远都能被真心人环绕着 并被快乐环绕着 不过当不少的网友们 在看到了他们三人这些同框和影照之后 都纷纷想起了他们之前合作过的一些作品 记得在之前的追忆传奇 以及妻子的秘密这两部作品当中 他们三人就曾有过两次的合作 因此迅速成为了圈内的好友 而且在经过了这些年的交往 让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甚至还曾出现过被传出绯闻的消息来 可见他们的关系真的很好 但也说明了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娱乐圈中 还能找到像他们这样的朋友关系 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这一位刚刚迎来了人生34岁生日的赵丽颖 如今在娱乐圈中 也依旧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和关注度 虽说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她与自己的丈夫宣布了离婚 让人纷纷觉得十分可惜 然而恢复了单身之后的她 如今却一心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 并还把自己活出了一副闲事自在的模样 记得在前一阵子的时候 她还在网络上分享出了一张自拍照 但秀出了自己的好状态 她在那一次的造型当中 身穿了一件当下非常流行的JK时尚套装 在身上直接散发出了一股年轻少女的感觉来 并且在事业方面上的她 如今也依旧是处于一个稳不上升的状态 她在综艺出席以及品牌签约代言的方面上 仍然还是经常可以见到她的身影 因此她被不少的网友们调侃到了 在离婚回到单身之后的赵丽颖 如今则是变身成为了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 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对于这一位被调侃为了事业型女强人的赵丽颖 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